秋风起 食辣味 一场场隐藏在城市里的丰收景象 拉开了大幕 辣味不仅是东莞人金秋餐桌的重量级嘉宾 也是走亲访友的必备手信 东莞人吃辣肠为何吃短不吃肠 一锅清水又如何能检验辣肠品质的高低 我也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其中 分享东莞人做辣味的喜悦心情 今天那些猪都是比较漂亮的 全部都是超过300斤的 晚上十点 朱松焕来到当地的猪肉厂 为第二天上午要制作的辣肠挑选食材 每一块肉他都要亲眼看到 亲手摸到 这是他选料的原则 凭借四十多年制作辣肠的经验 钟大叔摸索出了一套选肉准则 猪的后腿肌肉发达 上面的瘦肉质地细密结实 是他制作辣肠的首选 入秋之后气温逐渐降低 东莞人迎来了制作辣肠的黄金期 那么精心挑选的猪肉 会如何化身为东莞人金秋餐桌上的美味呢 看到这架子上挂的这些辣肠 我就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咱们东莞人要开始制作辣肠的时候了 是不是 对对对 现在的那个东莞辣肠的基本上是比较现代化 今天我做的是 我从小的时候做法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传统的做法 对对很简单 在中国人食用辣味的舞台上 广式辣肠举足轻重 从前没有冰箱 沿海湿润的气候给肉类的储存带来了难度 辣肠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成为金秋食节里广东人离不开的美味 在蒸饭时放上几粒辣肠 让它的香味在水的沸腾中与米香合二为一 蜡肠包仔饭是广东人对金秋风味的记忆 那么一根高标准的蜡肠又是如何练成的呢 首先得想办法给它做一件干净的外衣 我们就是把水灌下去 里面那个东西比较脏的吧 要把里面的这些脏东西给它刮出来 对对对 刮出来 它不会刮破啊 不会 它煮水硬中带软 其实这样做出来的肠衣它就会比较薄比较透 里面那个红色就很明显了很好看 因为那个肠衣很薄 吃起来的口感非常棒 咬蹦蹦上非常好 对对对 灌进猪小肠里的水起到了润滑作用 从而保护焦嫩的小肠不被刮破 中大叔告诉我刮肠得有耐心不能涂快 一层一层 刮一层就一层 对 它慢慢就下来了 你看很明显 在竹板与肠臂的摩擦中 外侧附着的油脂被刮下 小肠内的毛细血管 粘膜等组织也被赶出 最终留下一根又薄又透的肠衣 我们看一下这个灌完水之后 你看这根肠衣现在真的特别薄特别透了 有了漂亮的肠衣 腊肠里灌的肉馅儿 大叔更是严谨对待 瘦肉中不能有一点肥 肥肉中不能有一点瘦 只有这样才能让腊肠吃起来口感分明 六成瘦肉剁碎 四成肥肉切丁 肥瘦平衡的同时还能成就爆汁的口感 甜香的味道是辨别广式腊肠的味觉坐标 一勺匙油为腊肠增鲜 全年白酒可以驱散肉中腥味 杀菌防腐 细针在肠衣上扎出秘密的孔洞 排出肠内多余的空气和水分 以防破裂 钟大叔告诉我 东莞腊肠在广式腊肠中自成一派 它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按照腊肠的 要锁进去 所以我们东莞肠叫做短肠 腊肠的奇怪的 一小一条一小 切起来就绿不好吃 大块肉里面腮暴腮暴腮暴 压起来不不不想想想 弹牙的口感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绳子呀 那个是麻绳 这个又是稻草 我们以前满地都是那个草 那个绳就是满地都是中文马 这样的话 对对 要讲单要实在 稻草分段 麻绳悬挂 在每隔五厘米的地方打个结 一整条腊肠就变成了一串可爱的小鞭炮 成千上万根腊肠悬挂在一起 在城市的楼顶出现了一片红货的丰收图 酶在不知不觉中催化蛋白质分解 形成大量的鲜味氨基酸 然而 经过风吹日晒的腊肠还不能走上餐桌 因为中大叔有一个能让腊肠更好吃的秘密 那个腊肠一光出来 只有酒味 香味 没有什么味道 这个是有香味的 对 有五个咬的腊肠就有香味了 一般好的腊肠最好是无油十天以上 所谓回油就是把晒干的腊肠放进缸里 让它们冷静一下 随着水分的流失 腊肠中的瘦肉和肥肉也会分离 相对密封的空间能让油脂缓慢渗出 让腊肠更加柔软 如何检验腊肠的质量是否过关 中大叔只需一锅清水 如果你想吃到腊肠真的好东西 必须用水清水煲 如果它参了里面是粉 一下就圆绵绵了 极简的烹饪最考验食材的好坏 在热水中腊肠膨胀带有一种爆脂的急适感 趁着假期 中大叔要亲手制作一桌腊味宴 来犒劳工人 那么除了煲仔饭 东管人还能用腊肠做出什么金秋风味呢 鱼本身有腥味 对 鱼有腥味 腊肠本身有油 又有酒 等于是去腥了 是不是 对 又香又香就好了 草鱼后切更有大口吃肉的快感 加上黄豆酱 盐和淀粉调制的料汁 锁住咸鲜 腊肠片均匀铺在鱼肉上 在蒸汽的作用下 腊肠中的油汁和香气温柔地向下渗透 让鱼肉和腊肠完成鲜香的护融 材料汁 ke肠片均匀 小雪